Hello,大家好,我是小航雷同哼 小航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从种子开始种植这个 施加范荔枝 或者是Cherimoya这个水果 这个Cherimoya这个范荔枝 这个水果其实在荷兰也不是特别的常见 有时候你只能在亚洲超市 或者是土耳其超市买到它 但是我还挺喜欢吃它的 就挺甜嘛 然后我小时候是在东北长大的 然后其实东北呢 这个水果也不常见 它主要是在南方 我当时去云南旅游的时候 才第一次吃到这个Cherimoya 不过我想现在由于这个交通运数特别发达 就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它了 它在亚洲的主要产区就是中国的南方 然后还有就是泰国呀 泰国这一类的一个热带国家 它的原产地呢主要是产于那个热带美洲 所以我们根据它的原产地 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一个热带作物 所以热带作物冬天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在室外 要不就冻死了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问我 就是如何养植物或者如何萌发这个种子 其实养植物呢就跟搞对象一样 跟搞对象或者是养孩子一样 你必须得知道这个对象的这个性格是什么 跟植物也一样 就譬如说你这个对象就是不爱吃辣的 你天天也不能给它吃辣的 然后这个植物它不喜欢水 你也不能给它老浇水 像是这个植物它原产于热带 所以我们在养护它的时候呢就不能让它太 放在一个特别凉的一个地方 然后尽可能的呢让它多进行一些光照 然后现在荷兰的温度特别特别的低 所以它长得可慢了 大家满完这个Cellimoya之后呢 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种子 大概有20到30粒种子 然后就会有20到30粒这个小的一个Cellimoya 我的这个Cellimoya大概是两个 两个两个月之前种的 然后现在荷兰是属于初冬 温度有点低 然后所以它长得就是特别的慢 但是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快的一个生长 我把它放到了一个阳台 能接触到很多阳光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种的大概能有10个种子 然后发芽的大概发芽率能有80% 发的能有8个种子吧 然后我给我好朋友几个小苗 自己留了三个 然后等到时候它这个小苗长大的时候 我也会把它分开 分到不同一个盆子里 那么现在呢我就会为大家带来 如何种植这个范荔枝 从种子长出小苗的一个过程 然后大家吃过这个范荔枝 也了解到它这个种子 种坑还比较硬 所以今天呢我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技巧 用过这个方法呢 我认为大家这个范荔枝至少会达到85%以上 那么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你就先把这个范荔枝切开 就像正常我们吃一样 把它切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范荔枝已经完全熟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小勺子把这个籽挖出来 或者是你吃完这吐出来也行 嗯 嗯 这范荔枝可真甜 然后这个顺 可以 边吃边吐 因为它现在已经完全成熟特别甜 然后挖 挖起来也不容易 然后就挖出来就可以 然后我现在的这个种子呢就已经完全都挖出来了 挖出来之后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那么我现在就是洗一下 那这个种子呢现在已经洗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呢我就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何打破这个种子的休眠使它快速的发芽 大家就像是磕瓜子磕毛磕一样 磕毛磕一样用你的牙呢轻轻的 听到没一定会听到 但是不用别太大劲给那个咬断了 然后就轻轻的一下 这是它这个种壳开裂 听没听着 实际上种壳开裂了 我这个就是我都我已经磕了 我磕的差不多少了 然后大家就是想磕多少磕多少 你如果想磕10个的种子你就磕10个 我这次大概磕了能有20-30个 然后大家磕完这个范粒芝的那个种子之后呢 就要把这个种子全部浸泡到水中24个小时 就接点水 然后浸泡到水中24个小时 好的 然后我昨天呢也准备了一些范粒芝 在大家浸泡之后呢 可以用这个湿的一个棉或者是湿的一个纸巾呢 然后把这个湿纸巾浸在上面 浸在这个水上 然后打开之后这个湿纸巾已经湿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水分稍微撞干一点 然后就把这些 然后就把这个种子呢 就是摆在这个湿的纸巾上面 就像是这样 摆在上面 这个方法又叫做湿纸巾催芽法 然后摆上面 大家可以多准备一些湿纸巾 我这个纸巾有点小 然后摆在上面之后呢 我们把就这么轻轻的给它扣过来 这样的那个种子就可以充分的与这个水分接触了 而且它也会有空气留在里面 它会出现这个发芽率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保鲜袋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封起来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保鲜袋放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去查看它的一个发芽状况 等一个星期之后呢 我就会给大家去查看一下 我们这个范荔枝是否已经发芽了 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带来如何种植范荔枝的一个小技巧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就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外加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 我是小亨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